來,同學你看,我們要找切入點,看哪裡比較好做,從哪裡開始突破 這個地方都沒有任何的可進,這兩個點是同一個點,是不是? 那既然是同一個點呢,怎麼樣好看,怎麼樣挪 就把這個八,把這個點,挪到這邊來,你就可以發現它是二十四根八變點 這一顆呢,往右邊挪會比較好做,就是跟五跟二十是變點 對不對,你先找出過點,所以我們就把五再重新畫一邊 那這個是,三,那這樣吧 這是二十四變點八,那右邊這裡是二十四變點五 好,然後最右邊這裡還有一個,這個點圖圓 好,是不是可以改畫成這樣子 好,那三歐姆,五十八幅特 來,同學,你看喔,這要經驗 好,為什麼不能這樣畫? 剛剛我才講的,這個是同一點 同一點,你接在哪個位置都行嗎? 接到這邊來,不就被黏了 對不對 好,那你看喔 這是多少 來 回答我 整個幾位要告訴我哪個 二十四加八分之 二十四乘以八,所以是多少 這是三十二,對不對 三十二跟八月,這是四 比調數變成六 這是六歐姆 這是等於六歐姆 二十加五分之二十乘以五 是四,對不對 這是四 好 圖形我們可以進一步簡化 這個 可以把它變成戴維寧 為什麼? 比較好做 變成一個電壓 串連一個電阻跟串連一個電壓 是不是簡單多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戴維寧電壓怎麼變 會變成這樣 好 我圈起來這個部分 會變成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怎麼做呢 我們先把它調整出 好 這個都沒了 都沒了 RT是怎麼看 戴維寧怎麼做還記得嗎 電壓轉路 好 看進去 三 變0 是不是 三 變0 六是多少 二 這個是二歐姆 二歐姆 再來看電壓的部分 因為我這邊已經切掉了對不對 所以看這一點的電壓 這點電壓是吧 3加6分之6 分壓 3加6分之6 乘以18 3加6分之6 3分之2 乘以18 對不對 4252 對不對 對不對 太簡單了 嘴巴念一念就有 臉皮都難得動 是不是 看得有空 好 這個怎麼來的 你看 你看 這個是因為 RTH 等於 3 並連6 等於2 VTH 等於 18 乘以 3加6分之6 等於12 好 同學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到這裡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 要不是看五號 加油看有沒有 五號 再一次好不好 再一次喔 這 變到這裡 就變到這裡 你看 因為左邊我覺得複雜 對 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就把它 我先圈起來 那右邊我都知道的東西 我都已經寫在這裡了 所以我想怎麼看 你知道嗎 我只要變左邊 意思就是橡皮擦 右邊都擦掉 對不對 好 那從這邊要變為 大約2.9下電路怎麼看 就是從這個 這是一個看入點對不對 看入 看入的話 然後你看RTH 你就忘掉這個電力的現在背 我告訴你 從這邊看進去的時候 就只看電阻 所以電壓的部分 就把它斷路 如果是電流也就斷路 電流也就是等級 電壓也就是短路 短路就不會電壓了 看進去 那就是 短路起來是不是3跟6就變連在一起了 是不是 那就是3變6啊 3變6啊 所以就是3加6分之3乘以6 對 OK嗎 OK嗎 好 再來看電壓 大約一點電壓 就是看進來以後 這一點的開路電壓 就是右邊切掉了 就是開路啊 斷路啊 沒有右邊 自己看電壓 對不對 這條的電壓是什麼 什麼 剛才是分壓 就是18 2 讓3跟6去分壓 這一段的電壓 是不是 這一段的電壓就是什麼 R1加R2分之R2 3加6分之6 乘以18 對不對 分壓電力啊 是不是 那看我意思不 好 看懂以後就背起來了 就倒背了 好 好 所以算起來等於12伏特 這樣有問題嗎 黃燕姿你看到嗎 有了 有了 好 請你 要背下來 好 我們 不會的沒關係 問題是講過了 就要背了 一步一腳印 好不好 好 那所以這個是到這裡 好 知道就把它填上去 然後這個圖片就完整了 完整在就是解題啦 一看 就是什麼 怎麼求這個VA VA是對的 這點VA啦 題目這點是VA 所以這點VA怎麼求 一樣用什麼電力比較好做 什麼 節點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 我說同一條水管串連的對不對 對 沒動對不對 好 3 負正正負管 是接還是減 減 減對不對 好 減 所以12減3 就是9的 對不對 9減VA 好 那是流度 流度 有路嗎 9減VA除以2 5 另外一個咧 加上 3A 等於的話 VA除以4 好 好 通分兩倍 這98 加上3 412 等於VA 好 一向3倍的VA 等於30 所以VA等的話 VVA等於是VVA 好 這就是答案了 VVA等於是VVA VVA等於是VVA 同學到這裡聽得懂嗎 5號 好 好 看 發聲 足位 賣 這邊 達